大家好,欢迎来到RockyZone Microscope实用寿命讲堂 今天我给大家实际操作产品 我们是,这款系列相机现在的影像是标准影像 标准工作距离相应的影像 我们加上辅助物性的时候的影像 先拆下LED灯 加上0.5倍辅助物件 0.5倍的辅助物件它的工作距离是165 所以我们先把调教手轮的后面固定模式松开 往上提到最高 固定好 调教手轮旋转 保证它的工作距离被流出 我们大致的测试一下 我们大致的测试一下165 这时候连接好 照明 打开 0.5倍辅助物件 0.5倍辅助物件 大家最需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一点点可以观测 残疲用 电烙铁可以充分有工作的空间存在 我们拆下 照明器 关掉 装上2倍辅助物件 安装好2倍辅助物件 2倍辅助物件工作距离30 大约这么高 有这么大的工作距离差异 所以我们先安装好照明灯 照明灯安装的时候 千万不能安装在2倍辅助物件上面的卡槽 是装在本体上面的卡槽上面 为了大家更好的观测 我们今天借来XY的平台 电高 观测表面 达到工作距离 2倍的工作距离 打开灯 0.7倍的影像 我们拉到3倍 4.5倍 调节好工作距离 调节手轮 调节的时候 2倍的情况要慢一点 它的倍数已经打得到了 200倍 将近200倍 显示屏上面可以看得到的是200倍 目镜上面可以看得到的90倍 90倍的胖大倍 所以我们在调节手轮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幅度旋转 轻轻地旋转 我们在调节手转移动 我们在调节手转移动 转移动 去 调节手转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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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把倍速調小